华山基金会新社天使站由于地处偏乡 老人比例高达22% 人数更是持续不断增加当中 但没有政府补助下 天使站的服务经费相当吃紧 因此这天新社爱新天使站 举办华山建站服务器专认助启动仪式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爱新人士一起加入 支持帮忙需要帮助的长辈 新社地区长期支持华山基金会 爱新天使站的与会人员 在台上一一贴上象征服务器专的牌子 宣告华山建站服务器专认助正式启动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善心人士一同加入 支持帮助需要帮助的长辈 希望借由今天我们新社公所的抛栈羽翼的活动 能够吸引更多的在地企业 一起认助我们的服务器专 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能够走得更长远 造福我们更多新社的长辈 我们这样的话也是取之于社会 用自己社会 为我们社区为我们新社 尽我们公里面的一份绵薄之力 长辈们跟着带领老师的口号 做起暖身操活动筋骨 大家对于能够来爱新天使站活动 是相当开心 但天使站的营运需要经费 而这些经费大多需要外界协助 让新社地区的产业以农业为主 因此在地资源相对较少 大多是透过姐妹站支助服务经费 才能够沉下去 今天办这个活动是希望说 我们在地的企业不用多 一个月500 100都可以 我觉得击沙成塔来聚集 来认养我们这个服务器专 可以照顾到我们社区的长辈 因为我们的长辈越来越多了 让我们站长的 让服务这区块的能量也要越来越多 如果说大家的投入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站长可以在资源的募集 可以少一点点的信 做外公园要做什么工作 我们就要跟他帮忙 帮他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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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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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地区卫山区爱新天使站服务的服务员广阔 有的长辈家中甚至没有网络 有的则是需要花费一小时才能够抵达到长辈家 爱新天使站也贴心的用专车来接送长辈 希望能够让他们免去来回奔铺之苦 也让长辈参与活动的意愿更增加 接下来应成专台中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